嗨,我是森清岳 富贤老师,果然要休坎了 那时常观看本频道观众都知道 我做过很多部富贤一博的影片 而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在2022年的10月28日 富贤在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 举办了围棋两个多月的展览 这个展览叫 《富贤一博展Puzzle》 以悠悠白书011接触 以及《猎人》三部作品为核心 展出了高达350件以上的原稿 彩图以及主要视觉图等贵重资料 重点是,这次的展览特别取得了 富贤一博针对《猎人》这部作品所做的设定笔记 而这笔记里,其中关于《猎能力》的资料 不但有着全新亮相的内容 甚至打脸了之前的公式书 推翻了过往的部分设定 也解开了读者对于角色的一些疑惑与猜测 而今天的影片将会揭露 富贤针对《猎能力》的新设定 以及《猎能力》的完整解析 《猎能力》为富贤一博的漫画《猎人》中所登场的特殊能力 是指生物身体中所流动的生命能量 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一股气的能力 而能够使用这股力量的,也就被称之为念能力者 不过任何生物虽然都拥有气 但能够掌握念能力的人 可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而于能够发挥出颠覆常识的力量 所以念能力者通常也被一般人视为天才或超人 有趣的是,在某个领域拥有特殊成就或突出表现的人 其实相当多都是在本人没有自觉的状态下使用着念能力 然而,念能力虽然弥漫着神秘色彩 但其实只要经过修炼 不论是谁都有可能觉醒念能力 没错,不只是动物甚至是昆虫也可以 但因为担心这个能力会有遭到滥用的危险 所以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念能力是被隐蔽的存在 因此关于念的掌握才变成了隐藏的猎人誓言 而为了要觉醒念能力 必须先开通覆盖在体表被称为金孔的细小气孔 在这种情况下,人体的金孔会呈现关闭的状态 我们可以运用两种方法来打开金孔 第一种是透过坐禅或冥想 在这过程中慢慢感受到气的流动 一边循序渐进慢慢打开 而这种方式会比较慢 即使是有辞职过人的才能 也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 而第二种方式则是强制开启 这种方式是由另一个已经会念的人 强制把气灌到学习者的体内 并把金孔强制撬开 不过这种方式非常危险 若是传授念能力的人学艺未经或心术不振 基本上对方不死也惨废 是一种不正统的方法 而在成功觉醒念能力之后 便可以进一步开始修炼念的基本能力 称之为念的四大型 分别为禅、觉、炼以及发 禅为意志气的扩散 是把气维持在身体周遭的技能 正如字面上的意思 让气可以缠绕在自己的身体周围 觉是将全身上下的惊恐关闭 不让一丝气散发出来 这种状态下可以消除气息 隐蔽踪迹也有助于疲劳的恢复 炼则以绝相反 透过有意识的扩张 将惊恐一口气通通打开到极限 以此增强气的输出提升攻击力及防御力 另外在猎人同行之间 也存在着将让我看看你的修行成果 说成让我看看你的炼的习惯 发则是能自由自在操控气的技能 也是念能力及大成的状态 因人而易能产生出各种独具特色的能力或必杀技 而除了以上的四大型在此之上也衍生出了结合复数能力的应用剂 用法上也相当多元 分别为 周 隐 宁 肩 原 流 硬 周为禅疾链的结合剂 能够将气覆盖在别的物质之上 例如附着在盾气上能够增加强度及硬度 附着在刀具上可以变得更加锋利 附着在投掷物上则可以提高速度或回转力等等 隐为绝的应用剂 是更进一步消除气息让自身的气更难以察觉的技术 甚至可以隐蔽具现化出来的物体 宁为练的应用剂 是将气集中在身体某个部位的技能 不过因为气的量是固定的 所以如何分配就成了门学问 提升特定部位强度的代价 便是其余地方气的覆盖量会有所下降 而若是集中在眼睛 则可以试破对方的影 但根据实力的差距 有时也会发生即使全力使用宁 也只能看出一部分或是完全无法察觉的情况 是结合缠与练的应用剂 是用比平时更多的气平均的缠绕在全身上下 并且长时间维持住的技术 基本上练能力者在战斗时 一般都会维持在尖的状态 因为若是解除了尖 防御力便会一落千丈 若是与对方实力相差太大 甚至会一瞬间败北 由此可见 气量多寡对于基础的战斗力有多大的影响 为结合缠与练的应用剂 是能够将缠绕在身体周围的气 以自身为圆心向外扩张的技术 经由这个圆所接触到的人事物 不但能得知所在位置 甚至能如直接用皮肤接触一般的感受到形状或材质 当然越高强的念能力者 发动的圆范围也越大 流为更加灵活地运用您的高等技术 如果说您是将气集中在某个部位 那流则是将这个行为更迅速地发动 并且有意识控制分配气的多寡 不但相当要求速度 还得将气抑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 并且得在复数部位同时进行 硬结合了蝉、绝、练发、磷等复合技术 生意练提高气的输出 再用磷全部集中在一点 并且让其他部位陷入绝的状态 以此来降低气的浪费 并提升集中部位的精密度 好的 前面讲了念能力的基本能力与应用技术 接下来就是要讲我们的六大系统了 念能力有六种系统 根据每个人天生的个性、喜好 都会影响到自己念能力的修炼方向 而这六大系统分别为强化系、放出系、操作系、变化系、具现化系、特质系 强化系正如其名 擅长强化自己的身体能力 通常会使用气缠绕于自己身上进行战斗 也能够将气缠绕在物体上来进行增强 不但善于提升攻击力、防御力、速度、身体的恢复能力也比其他系快 并且基础的念能力技巧其实几乎都是强化系的应用 可说是针对战斗来说最为平衡的系统 代表人物为幻影绿段的窝巾、放出系与强化系不同能够将气发射出去 即使气离开身体也能够长时间维持强度 使用方法也很多 大部分会以念弹的形式射击对手 也能够以念做出空间的移动 甚至能够以气为基础制造出大量军队等等 代表人物为贪婪之导游戏制作人之意的雷扎 操作系则能运用气来操控物质或是生物 也能在特定物质上附加不同的能力 甚至能进行潜意识的干涉或暗示 代表人物为奏迪克家族的伊尔弥 巨线化系能够将气变换为别种物质 借此来创造出各种道具、武器、建筑物 甚至能生成拥有特殊能力被称为念兽的生物 代表人物为幻影绿段的小滴 变化系擅长改变气的性质与形状 为了要将气的形态转变 需要有强烈的想象与非常纯熟的熟练度 代表人物为吸索 他的拿手技能伸缩自如的爱 就让气同时具有粘性与弹性这两种特性 而特殖系拥有六大系统中最为神秘稀有的能力 例如盗取他人能力 预知未来、读取记忆等等 基本上特殖系就是常规之外的能力 是一种极特别的存在 不论如何努力修行 在正常状态下 其他系统的能力者都无法学会特殖系的能力 只有在其非常非常非常稀有的状态下 有可能后天转变为特殖系 代表人物为幻影绿团的团长酷洛洛 而修炼自己所属系统的能力 能够学习的最快也最容易专精 学习相对方位的系统则最为困难 例如以小结为例 参考六性图来看的话 因为小结是强化系的 所以修炼强化系会最轻松 同时也可以斜杠一下放出系及变化系 但如果想涉略巨线化系或操作系的话 难度就相当高 有趣的是 因为巨线化系与操作系离强化系最远 所以通常这两种系别的念能力者 在身体战斗能力上会较弱 而特殖系会在六系图中 排在巨线化系与操作系中间 是因为这两个念系的能力者 比其他系更容易转变成特殖系 例如库拉皮卡原本是巨线化系 但在火红眼状态下可以转变为特殖系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 实际上到底能学会什么能力 其实会受到本人性格及嗜好很大的影响 例如虽然本身天生属于放出系 但对于生成物品抱持着强烈兴趣的话 也可能学会视性最差的巨线化系能力 而在这一次 附近一博展帕子鲁展览中 附近针对了念能力 提出了展现的概念与更加完善的解说 原本在世界观的设定中 每个人只会类属某一个念能力系统 例如小杰就是强化系 气压就是变化系 而看到这张图你会发现 实际情况其实更接近于光谱的状态 例如小杰就是彻彻底底的强化系 但同样身为强化系的梧桐 却稍微偏向了放出系一些 有一种7比3的感觉吧 而根据个人天分及体质不同 既然也存在着刚刚好 介于两种系统中间点的能力者 这些人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学习两种系统的能力 例如虽然是变化系 但介于强化系与变化系中间的气压 虽然是具现化系 但介于变化系与具现化系中间的凯特 虽然是放出系 但介于操作系与放出系之间的旋律等人 理论上并没有规定只能锻炼属于自己系别的念能力 但投入越多的时间与心力在所属的系统上 相对来说能更容易提升天生系统的适应性 除此之外 这次的展览笔记中也透露了念修炼度的四种等级 以及属性源的概念 根据资料所写 念能力根据系统修炼程度的差别 区分成为了四种等级 由低至高分别为优 秀 天赋 还有吉 这四种评价以图案表示的话 便是属性源的视觉概念 只要越接近原型则代表念能力的修炼度越高 例如西索与比斯吉虽然都是变化系 但西索的评价为天赋 比斯吉则是吉的程度 而所谓的吉并非表示与生俱来的天赋或才能 其实是指能力者自身所掌握的技术 类似于到达一个炉火纯清完美境界的状态 所以只要位于某一个系统的属性源之内 不论是谁都有可能透过后天的努力 运气及机缘巧合来达到代表该系统精髓的吉 不过如果是刚好卡在两个系统中间的能力者 就必须得同时锻炼两种系统的能力 或是得付出更多时间在与生俱来的系统上 才更有可能进入所属系统的属性源的中心 嗯 起压你家 而特质系则与其他五大系不同 即使身处于属性源之中 也不一定能将能力变得更加专及 究竟能不能让自己成为吉 相比努力可能运气的部分会占更多 毕竟特质系原本就是一种相当特别的系别 所以 库洛洛你家 但上述的这些评价也不代表实际强度 有看猎人的读者都知道 念能力者的学习速度会参考身体能力的高低 精神意志的强韧等等 所以这个强度并非直接代表本身能力的强度或战斗力 并且即使被评价为天赋等级的能力者 如果打混摸欲偷懒庞修炼 也有可能一瞬间跌落到秀或是优的级别 简单说就是 学习念如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例如小杰便是在瀕临极限的精神状态下 一瞬间从U达到了极的境界 但却又因为制约与誓约的代价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而除了新设定的公布 附件也直接打脸先前官方出的公式书中 关于登场角色所属的念能力系统 例如张玉形千鹤仪的一家路哥 因为与尸体游戏的孩子这一能力而被误传为操作系 但它其实是强化系偏一点点放出系 而看起来个性单纯冲动的 以王三护卫之一有批并非强化系而是变化系 还有战力高强的奏迪克加良老 希巴与杰诺两位其实都是放出系 其他还有诸如 从放出系修正为巨线化系的拿古鲁 从特殖系修正为放出系的以王梅鲁艾姆 从巨线化系修正为放出系的若布等等 而让众多读者惊呆的莫过于战力天花板之一的尼特罗会长了 在与以王梅鲁艾姆对战的章节 尼特罗展现了极为强悍的实力 极必杂技百事观音更是酷帅屌炸天 针对尼特罗到底属于哪个系统的疑问 也一直是大家争论不朽的话题 而这个答案也终于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水落石出 没错 尼特罗其实是强化系 而且毫不意外拥有着极的修炼度评价 然而这一次的修正期澄清也揭露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西索的念能力人格分析根本就是在胡 而这一次的猎人复刊又修刊 虽然大家也并不意外了 但周刊少年Drum的编辑部在2022年的12月21日 也发布了一则令人暖心的消息 那就是猎人并不会像之前一样无限期修刊 而是将更改猎人周刊连载的模式 内文中也强调到 直到猎人完结为止 编辑部都会全力支持傅健老师 虽然具体的连载方式及日期还不明朗 但或许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库拉皮卡下船吧 虽然无法每周看到猎人的新内容 但身为小粉丝的我们 还是能透过各种方法来排解心中的寂寞 像是把漫画从头到尾复习一次 或是把旧版加新版动画统统看一次 而这里我也要推荐一个 我最近玩到的一款 极致还原的猎人手游 这款手游叫做猎人 猎人 因为我自己是猎人的忠实粉丝 所以只要有猎人的游戏 我几乎不会错过 那我参与了这款手游的封测之后 我发现最令我惊艳的是 这款手游的还原度真的太高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 便是游戏实际的游玩画面 光看到这个鲸鱼岛就出现了满满的回忆 那游戏的剧情是完完整整的 还原了猎人的新版动画 我们会从鲸鱼岛出发 前往参加猎人考试 接着会在船长的试验 遇上库拉皮卡及梅欧莉 我们看梅欧莉跟库拉皮卡在船长决斗这边 连梅欧莉脸上的清晶都还原了 这种细节非常加分 接下来这一幕也非常经典还原 游戏画面完全是可以与动画衔接在一起 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边 既然连这种小角色都还原了 应该很多人已经忘记这个角色了 当然跟着剧情走下去 接下来就是进入相当经典问答婆婆的环节 大家应该也都记得这一段故事 注意看问答婆婆这里 身后站的人头发的颜色 手上拿的东西这些细节都是全部还原 真的非常厉害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游戏里角色的声音 都是由原班人马声优配音到 并且游戏内的一草荧幕 所有细节也是透过 Hunter Hunter动画制作委员会 全程兼修制作 虽说真的是完全极致还原猎人的世界 重点是因为我们在游戏里 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观看 去体验这个世界 这种很像是 让我们真的进入到了猎人的世界里 去自由探索一样 而游戏的操作也相当简单 其实打敌人的打击感也相当棒 也能够欣赏角色 释放帅气必杀戟的过程 厉害的是玩家们能够使用 动画中所登场的所有角色 这个真的是太灵魂兴奋了 当然游戏还有还原非常非常多的场景 像是猎人试验中出现的陷阱塔 正如猎人试炼一样 会考验你的战略啊 队伍配置 技能搭配等等 另外也有超经典的天空竞技场 玩家在里面能够争取荣耀的排名 相信大家也一定都想要成为楼主 对吧 那看到这边 如果你已经手咬的话 不要担心 像这款手游猎猎人猎人 也开放事前预约活动咯 喜欢猎人的玩家们 可以抢先预约 还可以拿到豪华虚宝 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猎人的神秘世界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虽然猎人现在又休刊了 但是或许有现在猎人的连载方式 可以让我们之后看到更有趣的漫画内容 在等待之时 不妨下载猎人猎人来重温猎人的感动 也希望附件老师的身体状况能有所改善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